F-16机翼射出飞弹 这是2021年空军首度在台试射 AIM-120空对空飞弹的珍贵画面 时隔三年空军再度试射 却临时喊咖 外传是因为中共电针船天权信号 同一时间在东部外海出没 为了避免参数外泄才终止任务 包括飞机本身的雷达 像包括飞弹的雷达 像包括飞机雷达跟飞弹中间的 Data Link的部分 它会大量的运用各种不同的电子参数 然后飞弹它上面使用的可能 无线频段也大概都不一样 参数的重要程度 从美国对于试射的谨慎程度 就看得出来 在90年代不安战争成名的AIM-120 是美国使用最广也最成功的 中程空对空飞弹 我国采购的版本射程可超过100公里 使用主动雷达导引实现射后不理 空军2000年在关岛试射后 隔年再派员前往亚利桑纳试射 之后空军全靠模拟系统训练 直到20年后才首度在台湾本岛测试 这回难得再被纳入射击课目 专家研判与刚升级完毕的F-16有关 那这个应该算是第一次 这个F-1783雷达搭配这个M-1飞弹 做测试 所以各方面其实这可能对我们来说 可能大家都需要这个验证 临时取消的还不止这一项 原定在年度海空精准弹药射击 第三天要执行的陆射雄三飞弹 也取消 只有雄二飞弹照常射击 并成功命中目标 我国舰军除了自行开发的各式飞弹 向美国采购的海马斯多款火箭 也将抵台 再加上来自法国的幻象2000 国军多样化的武器系统 除了增加作战弹性 各式武器间的参数差异 也成为中共解放军头痛的课题 华视新闻张队杨文上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张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